空拍河南松山少林寺的停车场 这一幕震撼不少网友 只见密密麻麻的车辆 整整齐齐的挺好挺满 这是大陆十一长假 又一个惊人景象 6号这一天是中国大陆 八天廉价最后一天 由于收价前就开始大塞车 有人整整提早了三天 要从老家回到工作地 结果高速公路 还是又提早塞车 不只公路上海的火车站 在5号一早也开始出现人潮 这次八天廉价 被称为是超级黄金周 各种数据包括出油人数 铁公路的输运数 都破近几年的最高纪录 不过廉价最后一天 大陆气象单位提醒 广东沿海可能还会遇到 小犬台风搅局 那么大家可以顺着 我的这个手边看过来 那么在这一边 主要停靠的是一些 这个较大的渔船 而在这个较大的渔船旁边 停靠的是一些 比较小的这样的渔船 小犬台风预计 7号会略过广东沿海 以及香港 包括浙江福建 也都开始关闭部分景点 而北方地区 包括青海 则是开始下雪 降温4到6度 对售价交通 都将有极大影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